Thumbstone的Galaxy Unpacked又来了啦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你们旧的折叠机可以换掉啦 因为新的要来了嘛 这次出的就是Z Fold 6和Z Flip 6 今天的特别任务就是帮你们抢先体验这两台新机 我现在已经在楼下了 等下就可以看到了 听说这次Flip和Fold哦 外星没有什么大改变 但是有AI就好像是F24系列这样子啦 而且好像听说比F24系列更多更不一样的玩法 Let's go看看 放手了放手了大折叠小折叠到齐 我们先来看外形 大的Z Fold 6 这次一共出了三个颜色 深蓝色 银灰色 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粉红色 打开屏幕跟上一代一样是7.6寸 关起来6.3寸 比上一代大了0.1寸左右 但是其实握起来没有分别 重量上面比上一代轻了14g 239g 处理器用的是Snapdragon 8 Gen 3电池啦 跟上一代还是没有变啦 4400毫安 小折 Z Flip 6 依然保持着五颜六色的路线 一共有4个颜色 蓝色 青色 黄色 还有银灰色 如果这边没有你要的颜色不用紧 因为Samsung通常在发布会之后 就会出一大堆的online exclusive颜色 名副其次的五颜六色 外形上面一模一样没有变 不同的地方就是你留意镜头模组 旁边的那个框啦 留意看这边它多了一个同式式的框围着 而且框的颜色是跟着手机的哦 蓝色的话就搭配蓝色 青色就青色框这样子啦 颜色这件事真的是给Samsung玩到彻彻底底了 那有了这个框的关系呢 远远看整个镜头跟手机会比上一代更加粗粗一点 屏幕跟上一代还是一样的文件夹屑 关起来的时候是3.4寸的60Hz 打开叻就是6.7寸的120Hz屏幕 镜头部分终于啊 升级到了跟S24系列一样的50MB 电池Flip有史以来最大电池4000毫安 看到这边的你是不是想讲 诶 这样不是跟上一代一样哦 别人以为Flat最大一点就换了一个新款的嘛 No 这次重点不是在外形 而且哦 因为它是折叠机的关系 它对AI的玩法又跟S24不一样的哦 先来讲一下Z Fold 6的新AI功能 叫做AI Note Assist 你打开PDF了之后 你就选择你想要翻译的语言 比如说韩语啦 然后你点一点之后 整个PDF就直接变成了韩语诗密达 再来的是这个Circle of Search 之前在S24身上 它是圈起来你要的东西 它就会自动把你Search嘛 但是现在在Fold的身上 还可以帮你做数学题哦 把你要做的数学题圈起来 然后选择题目 它就自动帮你算出来了 学生档 你们在哪里 诶 不要忘记 Z Fold是配S Pen的嘛 那你可以少得了S Pen的发挥勒 拉住右边的App 选择AI Plus 这时候你就随便换你想要换的东西 你换到底头都没有关系 因为AI 会把你自动充电力每每出来 你看它不充电力我都不懂它是一个企鹅啊 如果你今天真的真的真的画不出来啦 这样没有关系 你可以用写的 同样按Generate 它就会做出一张跟你文字一样的图出来了啦 从此以后人人都是画家了啦 没有啦 其实创作者也是可以拿灵感的嘛 再来一个AI功能叫做Photo Assist 这边就借用Hillary的头啦 在拍了自拍之后你就点这个闪亮亮的Emoji 它就会出四个option给你选 Generate 出来还是很像一下的哦 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Composer这个功能呢 现在折叠机门也是有了哦 这个功能真的是超超超超超超级无敌方便 比如今天我想回一个message 但是我很懒惰 我可以按左边第一个 选Writing Composer 你就可以直接写你要的point在那边 比如我写 Slide Cancellation Refund Request 然后选择想表达的方式 就可以按Generate了啦 就跑整个email的format出来了咯 什么是很方便咧 诶 还没有结束哦 还有一个功能叫做Chat Assist 因为折叠屏它是两个屏幕的嘛 所以当我们翻译的时候 前面那块屏幕 哪里可以闲着咧 所以当我们翻译的时候 它就会出翻译的语言 在前面那个屏幕给对方看 旅行的时候就非常好用 你们不觉得吗 刚刚的Writing Composer跟翻译功能 Z Flip 6也是有的 所以翻译的语言就会出现在 那个小小的屏幕上面咯 然后还可以搭配耳机用哦 所以你翻译的语言是可以传去 你的耳机里面的哦 比如说你去泰国 你不懂那个泰国司机在跟你讲什么 你就可以用这招了 也大致上讲一下Flip的Wallpaper啦 因为有了AI的加持 整个更生动更可爱了 点一点会动来动去跑来跑去 倒过来会跟着倒等等啊 而且Message进来的时候 不只是像之前这样子 有一些Default的reply 它现在有AI会自动 把你generate一些Quick reply 女朋友发进来 我们分手吧 AI generate 好的 那照片的AI上面咯 它就交一个叫做Flexi Zoom的东西 比如说在你拍照的时候 它就会根据距离 去调整那个Zoom 比如说你站到很前 那个镜头就会自动变wide 给你看到整个人 你站到很厚 它就会Zoom前去Focus你的脸刚好这样子 Video Mode的话咯 打开了之后 手机稍微折一折 它就会跑出这一排东西 你就可以点Record 然后就可以轻松调Zoom 它真的很稳啊 不像之前调Zoom这样子 一下进一下远 它现在好很多 但是其实还有更多的AI功能 没有办法在这影片里面全部秀出来 等我真的拿到的时候 我再给你们Cast 最后讲一下Accessories的部分 有防针皮开树 Silicon Flip树 Clear Case 当场它还试换了这个横影的Flip设 有LED的叻 它翻过来还会闪下闪下的 So Fancy 好啦Zoom 6的Z Flip 6 就已经讲到这边了啦 其实我可以这么总结吧 自从Samsung S24开始了 手机加AI的这个组合了之后 很多手机品牌陆陆续续也加入了 AI的这个阵营啦 但是哦 Samsung这次算是第一个把AI 加入了折叠机行列里面的 所以说 Samsung是AI先锋 又是折叠机的先锋 现在更加是AI加折叠机先锋 虽然外形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但是它的里面则是升级了很多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等然后星期再给你们Cast Bye Bye